環境污染物有很多种类型 我们先介绍第一类叫做排泄物 指的是人类吗 不止哦 指的是你养猪啊 养鸭啊 养鸡啊 这些排泄菲物 直接冲到河串里面 那你这些排泄菲物中 还有很丰富的有机岩跟无机岩 就会造成水体中的 这个一些菌啊 一些藻啊 过度繁殖 这叫做优氧化 我们学过它 好那这个 充满了这些排泄物的 这些水源里面 除了这些藻类生长之外 还有很多的细菌会支撑 而这些细菌有可能是病原菌 所以这些被优氧化的 被排泄物污染的水 有可能会危及水中的生物 或是影响到我们的饮水卫生 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地下水 因为可能有些病原菌的 好很多病原体是通过排泄物传播的 好这是排泄物 那除了养猪之外 这张照片就是养鸭 养鸭的那个鸭大便 直接由河川冲走掉 好那这个是一个池塘 它已经严重优氧化了 因为你看好像草皮对不对 那是水哦 还有乌龟哦 里面就是这个草叫做围囊草 一般公园如果有很严重的那个优氧化 很常是这种草类大量整成叫围囊草 好以上这是优氧化的一个样子